新天子已登基大赦天下 你们为何不设法明冤 还自己清白之身 来不及了 杀过的人太多 清白不了了 谁要什么清白之身 跟着猎豹祖师 攒下来的金饼银艇 都快堆成山了 为这些当官的 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 诸位 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位 长得像我阿弟 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 现在只能麻烦大家 一起动手了 前金吾尉中郎将奴麟锋在此 各位老兄弟 皆曾效力于军中 但凡手上没命案者 可缴械投降 我必轻力宝齐周全 狄公弟子苏无名 愿做宝人 姓卢的 姓苏的 既然你们抢着送死 我就成全你们 龙麟锋 降者不杀 速战速决 这个你得交给我 货 胃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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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世上有九大齐珠 他们是济世珠 碧尘珠 上青珠 青泥珠 聚宝珠 萧省珠 蛇珠魅珠 醒酒珠 你们供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 就是散发着茶味的醒酒珠 不知道了吧 怎么回事 先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一世了 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 就给安上了 谁也没当回事啊 爹 去去去 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 何谈一辈子猎宝 我生于猎宝之家 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 后来要被满门抄斩 那是因为我捡下了康国的供品 女殿主你都听见了吧 是 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 但在此世上并没有冤枉他 你阿弟之死也是他造成的 还有 各位军中的老人 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 哪儿那么多废话 大不了我们一起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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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老了 下一代猎猴祖师会受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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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拿走把握 你个假献猎 还是留点力气想想怎么逃吧 工匠三十四人 尸体何处 后山临终 报上姓名 集地自负双手 随本县尾归案 若有反抗 杀无色 杀 tou 杀oun 就不费你心理了 你真的很像我阿堤 爹 别 这身沟应是地裂所致 身不见底啊 真女癫诛 老妃 你那匹马 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 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 这个时候怜香惜玉 即便真诚也还不如不说呢 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 我好给你治伤 快快快 走走走 你们两个 过来过来 帮忙 把她抬上去 小心 小心 你们为什么刺杀陆凌 何人之事 隆大侠 隆大侠 老妃 救人哪 看这肥兽最多出三五十斤好肉 看这肥兽最多出三五十斤好肉 还不够我的鱼塞鸭缝呢 还不够我的鱼塞鸭缝呢 做此等谋败 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 谋财 少领爷我可看不上钱 今天非得宰了你们 不能怪我只能怪我只能怪他 谁叫他是监察御使呢 看 看您为何 没被我的迷用迷倒呢 趋 bit 对 马上去 舅亲 看来今天只能先载他喂鱼了 他比较壮实 能多出几斤好肉 杀 老王 还不行 想 本少精灵就没有学过这个字 前方就是核心窝 你们就等着死吧 走 走 古川野行 风机浪大 要是核心窝 人间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你这说什么了这是 蠢夫都跑了 这样下去 我们狗人造势大河了 接上 有两下子 我打过鱼 诸位若信我 随我同事抵藏半粒滑降 定可脱险 好 都回来了 是 一个倒不少 哪怕什么 哪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 也得喂鱼 爹 他们有些本事 我的民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 天下之大 有点本事的人不少 不过总都得死 带风平浪静 大河至上寻船去便是 对了 那船上有个疯子 还自称玉帝 我爱你 她也是 我爱你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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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你中伤未愈 你要不先歇歇吧 伤口有点疼 诺诺 你的伤也才好 不行就歇会儿吧 皮擦热耗 反救无事 苏无名 你别逞强了 快去歇着 这船好像稳了 咱们是不是已经史离核心窝了 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 逃过一劫 我本对你心存感激 可你 你却走火入魔 你还真觉得 能驾船入海 直入天河吗 此我所愿也 可惜重返天庭之事 我们是命当主的 rope 你可找起来 我问我 只想你 你将这先干脆 这是一个街画 你竟然有天赋 有你 我可以说 那是隋朝市在改的名 此渡口本名仙人渡 书上说玉出海直打天河 必须从这里上传 那这么说 你读过的书比我还咋呀 只是 你如何知道我要夺传 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 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 可百日不复 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 又有私人匿旅 你一个旅人 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 我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有点本领 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 少说也得二十余里吧 我们骑马你跑着 你居然先到了 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 又吃完了一碗伯托 你是跑得真快啊 让你最终露馅的 其实是上船之事 真有飞鸽 立飞鸽鱼茶上多积粮 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 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 我是不信这个传说 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 故事倒着实奇鬼美意 是啊 太美了 可惜为你们教了 我本不想杀人 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炮影 当玉帝的凡人 只能去死了 这就是书中所记五不像破折 你这时候想起来他教杀有什么用 他是要吃人的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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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 地藏有肉 我们抬上来喂它 好 好 快 来 驴肉 他把我的驴宰了 宰驴应该就是为了喂它的 快点吧 来 那 救我 救我 何人驾船而来 不知道 不过 船头好像占了一个人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老金族年纪虽大 但眼神却像鹰损般犀利 没错 看着就不像好人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五匹马 而且轻而易举 这日积月累的 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造反 卢献为 你觉得 为射击安危 避毁青虫洞 爹 那个家伙好厉害 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取我弓箭 你老大 力道不够了 耳等听着 我乃新人 看韩州云顶县位 卢林峰 叫蟹投降者 从其放落 柱子 好大的口气 杀了他 那里面有什么大 不,你才能做得到的 那里有什么样的 究竟不许 你还要做呢 那你才能做到的 这一句话 我让你做到一个 我说的 你敢做那一句话 你还要做点 我们当经历的 你还要做到一个 你还要做到一个 之前的景象 那么这些怪石 如今必沉入河底 它们的存在 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 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 再次冲向这些怪石 可还是被挡了回来 如此这样 进而又退 退而又去 来来回回的水流 只能原地打转 形成漩涡 哎呀 细军 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 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 真是让人佩服 河心窝乃掌水所致 但那河中巨兽 可是你所养 是有什么事 是有怎样 我第一次遇见她时 她神长不过仪仗 不对啊 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 竟然能活着回来 如此说来 多年前建议关闭千冲都的监察浴室 才真是慧眼如炬 可惜被你谋害 她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 我杀她无悔 报 卢线尾已查到私藏马匹 共一千零五十二匹 同时捕贼七百二十七人 弓箭 刀枪 唐朔锤等兵器 共千余捡 这是明信 请您查阅 请您查阅 这是什么 儿童 隶属什么组织 谋犯 属何日之声 您少吓唬我爹 我爹是不会回答的 要杀 就杀我吧 惠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惠主 杀宇是给的平铁 倒是派上用场了 不然查案名不正 言不顺 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 不管怎么说 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 罗林峰 上面的寒州木迹 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 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 这条线索倒是好查 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 哎 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 怎么分呢 这样 我喝 平铁是谢御史授予你的 发号施令这种事 也 也带你来 哎呀呀 那我和喜军查铁匠铺 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 如何 哎 我呢 姬师公 他的意思是 你随便 我随 你可在家喝酒 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 那不行啊 从南州到长安 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 我飞机师 除了是个神医之外 我现在感觉 我还有点像神探呢 既然说铁匠铺凶险 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 算答应了啊 嘿嘿 再喝点酒好睡觉 睡醒了明天好探案 可以 还 hör要 很好吃的 看来 这个 wonderful 这周 시간虽繁polit 但最多只有 长安东西两是一半的 木济铁匠铺 应该不能找 我打听到了 韩州能断刀的铁匠铺 一共有三家 都在这条街的尽头 直走就到了 老妃 有家烤鸡很香 鸡 在哪儿呢 就在街口那儿 别去笑了 先办正事鸡一会儿再说 把玩正事鸡都卖完了 西军 带着老妃先去卖鸡 鸡师公 龙凌峰比你眼见 你就听他的吧 走吧 怎么回事 老板 他刚才 我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 还是什么会主 我被蒙了 你先进去 二位是 你这铁匠铺 给太阴会锻造兵器 还是横岛 他们是反朝廷组织 你可执罪 上来就兴师问罪啊 抗二位 不是攻协众人 我 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 可 你也就把我执行 逃出来 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 寻岸西边 受于 韩州云顶县县位庐陵峰 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 随机探案之权利 听明白了吧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随我去刺师傅问学 木某不敢质疑 况且上官已表堂堂 断非不良之人 算你有眼光 给太阴贵打刀 是三个多月以前 我锻造的红刀 比别人都贵 两千五百千一把 一般锻造的冰铁红刀 也要两千千 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 是韩州最好的铁家 我接受这个价格 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不 我要十把 你是干什么呢 我是商人 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 最近东西商路不太便 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 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 遇到成谷的盗匪又当如何 这是定钱 商队打造兵器防身 一点也不奇怪 再说了 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 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 硬他 你是什么人 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我家 你说干什么 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 毁了我这些布 陪我 你不装神弄鬼 我会毁了你的布 谁装神弄鬼了 那你大白天的 画成这样做什么 画的美 自是给男人看的 你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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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随从吧 我要你赔我 这被损坏的布 我会招架赔偿 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 你须如实回答 问 是这样 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 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 但 但 他讹了你们 那你去找他呀 一个月一千五百钱 应该不算讹吧 什么 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 但我们住进去以后 在你家后院的井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 不会吧 是一具 男尸 宅子好好的 你们住进去了 怎么就出现了 尸体 我要嫁一个 像你这样的读书人 苏阿弥 你真不知羞耻 他说了 你既不是他的妻 也不是他的妾 我这些胡言乱语 关你何事 你 阿弥 要不然你跑吧 不然他们真会抓你的 把手放开 阿弥 我是不想让你坐牢啊 放开 我已经答应苏无名了 怎能眼而无心 你走吧 我不走 这个时候我更应该陪着你啊 直说吧 我跟龙发结婚后 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你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龙发的贤弟 你若真拿龙发当兄长 该对我动歪心眼吗 是龙发当兄长 那是阿弥 你 太惹人恋爱了 阿弥 嫁给我吧 我一辈子保护你 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虽说姓龙的是我兄长 可凭他这么对你 他要是敢回来的话 我一定杀了他 这是谁啊 龙发 只有他这样叫我 你不说他出去躲占了吗 怎么现在回来了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赶紧去找他 找他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你在门口 他一进来 你就送背后下手 你疯了呀 你要为我杀了他 这是你刚说的 阿弥 你直接去给他开门 我 我怎么办 我不开门他会打死我的 至于你 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我不管 我不管 不好了 龙发 龙发在染坊 你们快去抓他呀 你见到龙发了 那倒没有 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 阿弥说就是龙发 他可是杀人凶手啊 你们赶紧去呀 谁说井中的死人 一定是龙发杀的了 可是 是 龙发一腿门 肯定会发现 屋里拘换男人 那咪就没命了呀 你 你先出去 来 你怎么会打死 request 这名量的 多谢 尊重 这位是被是 帮助 你 你 报警 说 你们就是抬 也要给我把他抬到山上去 是 别杀了他 灵魂狂子 小心 杀了我吧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该走 令狐夫君莫被蒙骗 赶紧杀了他走人 就凭他污蔑惠主非杀不可 只是我想知道 所谓夺江山的机会 是什么呀 我离开长安一路往西 就是莫 韩州太阴会惠主之名而来 你们带我见到他 就什么都知道了 惠主是他想见就见他 赶紧杀了 别招惹麻烦 裸谦 身为校尉 在护军面前发号施令 以下犯上该当何罪 你也怕死啊 不怕 只是心有不甘 你既知道我的身份 应该不难打听到 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 不信我 不信我 那就杀了我 反正离开长安后 活着的每一天 就已经是赚到了 胡军 莫被蒙骗 让我报仇 鹿陵峰 我就问你 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 你若不说就去死 除非你就是太阴慧的会主 否则我说与不说都是死 吴萍 是你认出了卢陵峰 在亲手为了牵重度老金令 和兄弟们报仇 便是立了大功 太阴慧 一向是有功者尽收 今夜之后 你便也是校尉了 多谢胡军 怎么了老妃 我做了个梦 梦见罗陵峰他 他 他怎么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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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陵峰武功高强 在韩州根本就没有对手 不可能 不可能 停 谢谢 你真的有屯兵图 说是边塞屯兵图 但实际上只是西域的 那就甚好 何人所惟 我的表兄 明威将军肖伯昭 把他就在叶楼上 就让他的罪 或是边塞屋 他就要门 你也要逐死 你也要逐死 你只要是 你还要逐死 你还要逐死 在天哪 你还要逐死 那图在哪里啊 在我心里 心里 罗某从小过目不忘 为了让长安不生怀疑 早已将图记在心里 原来如此 你画给我吧 我赏你金饼百金 你不是受朝廷排挤吗 不如拿了这些黄金 自此逍遥江湖可好吗 你怎么会啊 你拿我犯妖炉事当什么了 那你怎样才肯画啊 共谋大势者可得此途 但儿的 不配 令吴后君少跟那废话 赶紧活埋了这个狂徒 放肆 你的上司说你放肆 知道为什么吗 太阴慧乃断轨后人所创 涂的是大业 得屯兵涂成 就相当于掌控了半个西域 这岂是你这种小流浪 所能领悟到的 你 你什么 丢人现眼 莫让卢将军笑话 退下